早上 早上 文玉 你怎么回来了 还没去北京啊 总督大人派我回来的 快 起屋吧 来 文玉啊 那你还走吗 总督大人 要我保护藏经冻的一草一木 要我赶走杨人哪 那你敢走了杨人海走吗 嫂嫂 你愿意我留下来吗 敦煌是个苦地方 哪里比得上你们京城啊 家兄给我托了个梦 他要我留在敦煌 真的 你梦见他了 还说什么了 说了挺多的 还提起了嫂嫂你 她说我什么 家兄 让我照顾嫂嫂 今生今世 我又不缺胳膊 不短腿的 不用人照料 你留下的金卷 我让大刚带走了 大刚回来了 他人呢 在哪儿 他投胡杨了 胡杨大刚家的 还待会你好呢 红莲啊 你撇下红莲 可人家还挂念着你呢 他要知道你要留在敦煌 他要知道你要留在敦煌 现中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子 我留在敦煌和他无干 和他和你拜过堂啊 那也是 虚与未夷的事 我跟他一起搁 哪儿 干什么 这些是 他不去 你 咱乎 这些是 你也有点 我 他有不能 他不去 我 他有点 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 也有点 他不在乎 让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 好了好了 送我多余了 秦老爷 忙你的宫事去吧 我不敢多留了 走走 宫事要紧 哎呀 辛苦辛苦辛苦啊 来回两三千里 好汉沙海 一路劳顿 年弟受苦了啊 年兄对我趋而复返 似乎毫不惊奇啊 哎呀 这有什么惊奇的 你那么急匆匆地赶回来 不外乎两点 一点是大帅准了我的城子 第二就是挽留老弟你 留在敦煌帮我嘛 年兄真不愧是老公事啊 一丝一毫都不错 撕平文术观平印 我先把大帅的御令交给你 好好好 怎么还没有拆封啊 岂敢 不过信中之义 无非是保护敦煌国宝 不让洋人拿走 应该是提中之义吧 那么北京里面有什么消息啊 朝廷已经下旨 不惜和列强决裂 大帅这头睡尸 终于要醒了 我等 虽不能亲临前线披荆斩棘 但是 守住敦煌宝藏 不让洋人伸手 也是了胜于无霸 可是里头没有提到藏金洞啊 不会吧 我看看 他明明当面跟我说得很清楚啊 大帅只是说 让我等严密监视洋人 师父 您答应那个洋老爷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天书险字 唐僧托梦 听着像回事 可也不新鲜 江湖上无奇不有 洋人说不定也学会了几招啊 人家都说洋鬼子是鬼托生的 满嘴鬼话 你等等 你快离时吗 没有 你过来 哪儿来的 学会偷懒啊 不是我 不是偷的 那洋鬼子非要送给我的 我还没见着真章呢 你倒是先落了实惠了 别管洋鬼子 口吐莲花 天花乱坠 我说这个 这一栋子的精啊 是菩萨赏给咱的摇钱树 不见兔子 不撒鹰 世上哪有这干枝头占颜 这便宜事啊 当初唐僧到西天取经 菩萨还得要他人世钱呢 想干枝头占颜 哼 我一分钟也跟不下去了 我马上要去保库 您马上去供 侍缝骆驼 汪道士会同意吧 官方的态度了 行行行行 这个事情不是为他们创作的 有个坏消息 贝老爷 秦文玉回来了 我得上帝 听说这小子还弄了上方宝剑 这下麻烦大了 只怪那两个笨蛋 要不是他们 这家伙早就不在了 早起应该收拾他 不 现在我们要争取每一秒钟 要进入餐厅中 进来吧 门没插 回来了 怎么了 谢老爷没给你接风啊 我推辞了 堂堂一个总督大人 竟然不知道敦煌藏经的价值 如何保护 如何转移 他一字没提 既然如此 还让我回来干什么 就为那几个洋人嘛 好了好了 和谁支气啊 也别跟自己肚子支气 来 坐下 我呀 给你做了些吃的 嫂嫂 你还给我留了饭呢 当然了 要暖家常医 要把家常饭 那些山沾海贝啊 只能骗眼睛 骗不了动作 嫂嫂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 白天 你好像有些话没说完 我算计着 你还得回来 多劳我嫂嫂 文玉啊 你喝点酒吧 这酒啊 是我爹和你哥喝剩下的 这剩下的酒呢 就点菜 只会越喝越流 好 好 慢点慢点 这个空口喝会醉的 来 吃菜 好 来 嫂嫂 这杯酒啊 我敬你 我不会喝 这杯酒 我有名目 什么名目 我问你一件事 说吧 王老道 收到胡杨的一封信 使他有所顾忌 是吧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可是这封信 不是胡杨写的 而是有人借用了胡杨的名号 谁这么大胆子啊 此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是你春侠 门也门不顾你 你怪不怪我 那是你集中生智 打鬼借中鬼 我啊 信你还来不及呢 来 这杯酒 干蛋香兆 春侠姐 谁呀 我是花儿春侠姐 春侠姐 我 姐二哥 好 我不是外人 我找你有点事 亲二哥 好 出来一下 春侠姐 你替我到烽火台去一趟 洋人要到藏经洞到宝了 而且 他们雇了骆驼 说走就走 春侠姐 我要快点把这个消息 告诉大刚哥 我跟大刚哥约好了 有什么事 到烽火台亮火星 他就能看见 我刚才是偷着出来的 我得赶紧回去 你千万别忘了啊 好 快回去吧 兄弟 嫂子 我都听见了 我得马上回县阳 不能让洋人得手 前方将士出生入死 浴血奋战 而你我却眼睁睁看着洋人到宝 府邸抽薪 我们的天良何在啊 这帮洋人 岂有此理 年兄 如今京城已成威城 朝廷鞭长莫及 一旦谈平 朝廷知道了敦煌藏宝的价值 追究下来 你何以自解呀 对对对啊 是要防备啊 不过 没有大帅的名士 如之奈何 你是一方父母官 有一拳在手 可以给我下一道手柄 让我去保护敦煌的藏经啊 可是 这敦煌在荒郊沙漠 这样岂不是很辛苦啊 年兄 当年 阴虚龙骨出土在安阳 随后就被人盗走 那是三千多年前 古人献民的声音哪 从此就支离破碎 替武全貌了 那个时候 小弟就痛心疾首 我曾对天发誓 中国护保留学者 自奔御史 壮哉思言哪 且不说 苍经洞出自敦煌 即便不在于兄的管制下 保护国宝 则无旁贷 既然年帝首当其冲 余兄 当全力以赴 念兄 念弟 月海 啊 不是 你穿上这身长袍 真像马戏团的小车啊 你的法国香水 应该贡献出来了 为什么 一个圣化不够 还要是造另外一个圣化 天哪 你为什么老打我的主意 你不是要百分之三十的顾分嘛 就应该有百分之三十的投入 快给我吧 这可是我最后一件纪念品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是一个基督教的新教授 为了你的灵魂 你不应该保留这样的奢侈品 它可以让我回忆起很多美好的往事 我向你保证 那些美好的往事 一定会很快回到你的身边的 给我 给你 二位早啊 骆驼准备好了没有 城里的人都不愿意去 我也怕走漏了风声 所以我从三十里外雇的 他们只知道奖钱 什么都不知道 好 师父 你快点 拦不住啊 你看 你看 这些人还有骆驼 都是他们带来的 我去过去了 别急 来了 二位施主 二位施主 你们怎么不等我个星儿就来了 我希望 今天就能进入你一带 藏景东 不不不 今天可不行 人多眼砸 等 等个三五天 我把工匠们打发走了 咱们消消停停呢 不 我马上要回印度 我们有时间了 对 昨晚唐僧又给贝克老爷 托了个梦 让他三日之内必须动身 为西土父旨 巧了 昨天唐僧也给我托了个梦 他说 法不可清传 经不可清取 他老人家还告诉我 当年他经历了千辛万苦 来到了西天大雷音寺 满以为可以马到成功了 结果呢 把他最心爱的紫金柏鱼 送给了如来佛身边的阿南 这才取到了有此真经 你和贝克老爷梦的一模一样啊 那当然了 您找本西游记看看 上面都写着呢 嗯 这么多 这是多少啊 道长要重修三清宫 刘邦拜世啊 贝克博士要助你一臂之力 哦 那我就公秦不如从命了 我可以尽忠了吗 哦 不必麻烦二位施主了 等工匠们睡下后 我把警卷拿出来 是吗 只有你一个人尽忠 你还是让贝克老爷进去吧 免得你拿进拿出的太麻烦 我不怕麻烦 就这挺好 二位请三清宫歇息吧 神仙们见了这么多的香火钱 也得见见贝老爷啊 要不然 他们知道这是谁送的啊 请 二位施主稍候 我去取出香蕾 哦 词词 上帝 阿里巴巴 快开门 这 这什么味儿 我也闻到了 你们平时烧香拜佛的 都是这么香吗 菩萨显灵了 快磕头啊 菩萨显灵了 大神 什么事了 贝老爷 只有菩萨显灵 天村下凡 才能够祥云缭绕 香气不散 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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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君事 刚才您求的是什么 进洞水天 有求必应啊 随我来 随我来 来来来 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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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盾黄包藏 哎呀 贝老爷 你快点吧 天都快亮了 老公就把该出宫了 这样 先生 这样 先生 看着被垃圾 垃圾 好好好 嗯 驾 快来啊 快来啊 那两个人 谁啊 是王师傅 王师傅 王师傅 怎么了 王师傅 王师傅 快一点 快一点 王师傅 没事有点 来来来 当家的赶快喝了 这福啊灵验得很哪 王大叔 出什么事了 秦老爷 昨天夜里啊 我起夜 出去接手的功夫 就看见那藏经洞里边 亮着灯哪 藏经洞 不能啊 藏经洞的门锁得好好的 要是在我腰里别着呢 哪来的亮呢 我看得真真的呀 是不是 菩萨显明啊 您都看见什么了 我爬着门锋往里看哪 就看见有个大人影子 在那里晃来晃去的 是 是 看清楚没有 没有啊 还没等我看清楚呢 脑袋上就挨了一棒子 往下 什么都不知道了就 这事怪 找到你的时候 你不在藏经洞门口 你在大老远石头堆待着 嗯 哥 是不是 你撞上鬼 中了邪了 会不会有人偷偷闯进藏经洞了 那不会 我防着这时候呢 每天夜里都睡不踏实 到洞门口巡视好几遍哪 那我去看看 等等 秦大人 本县炎大老爷有令 让贫道严守着藏经洞 任何人也不得善入 这是炎之县的手 就这样吧 这里狼藉不堪 一定有人动过 哦 贫道每天在这里整理经卷 难免有些凌乱 不 这里的经卷少了很多 莫非 秦大人数过 缺了哪一卷 哪一侧 上次我来 这儿的经卷 汗牛冲动 足有数万卷之多 可如今 咱们只剩这么点了 秦大人审查过 清点过 知道有万卷 你敢说 一卷不少吗 大人 什么意思啊 您可是大官人 金口欲言 您这么说 贫道担待不解 你 秦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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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 快 掌印这么深 看样子驼得可不清呢 最近 有驼队从这儿经过吗 最近这半个多月 可没看见驼队呀 可不得不得不作 太拉就是 本人duyum 今天 很好的 在随段 竟然有些事情 过去 不得不得了 特别 再给大家 快走 找这个王老道去 好 王老道 王老道 师父刚走 叫人请去 去鬼了 昨天夜里是不是来了洋人 没有啊 秦老爷 可是京城来的大馆 带着尚佛宝剑 你要不说实话 就把你扔到沙漠里喂狼 那是个啥子吧 不想跟我说是吧 那就跟我到县衙里 跟严大老爷说 我昨天睡得早 没看见 没看见什么 没看见洋人 只看见姜老爷 找我师父 追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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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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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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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怕 有我在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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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老爷 哦 原来是水姑娘 姑娘到子有何贵干 如果 是找我算账的话 请不要累积无辜 我们不是冲你来的 听说羊毛子来偷千佛洞的宝贝 大当家的叫我们来对付羊人 羊人带着宝贝 早回东方城了 弟兄们 在 叫我追 慢着 姑娘请留步 此事 牵涉到羊人和我国的关系 至关重大 我看 还是让朝廷出面处理吧 官府什么时候管过羊人 还恨不得叫羊人干爹娘老子呢 不 这次 朝廷是身心振作 任无可忍也无需再任 不会再委屈求全 现在 北京城里 正在攻打猎想的各国公事馆呢 如今 咱们中国人有志气 以前 洋人欺负咱们中国人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哥 洪连姐给我下的就是这个令啊 哦 姑娘 你回去 帮我给洪连姑娘带个话 就说我秦文玉以人格担保 绝不会让敦煌的藏宝用事一丝一毫 你说话说话 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姑娘 还是请回吧 回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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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老爷 秦老爷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驾 这把狼毛你收着 万一你要跟洪连姐说话 就写封信 把它放在 风火台的骆驼骨头里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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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老爷 咱们走啊 我们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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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证有 物证也有 这还了得 我立刻写橙子 上报总督大帅 来不及了 贝卡随时都可能会离开敦煌 如不及时制止 国宝便会不翼而飞 落入敌国 到那个时候 你我就成了自己的千古罪人了 一号 来啊 来 传本县命令 三班牙役 刀枪铁链 近日三更 随本县执法 是 我姓姜的 总算有出头之日了 我的夫人哪 咱们说话就要回京城了 怎么着 你不相信啊 你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这是贝博士 给英国公使写的信 贝博士跟英国公使呢 是莫逆 这英国公使 跟咱们李中堂 是好朋友 这李中堂说一句话 比圣旨还管用 你说说 这北京城 内疚外戚的门 还不得挨着个儿地 给咱们打开啊 我听不懂 没有 你见到我爹了吗 没见着 他在千佛洞画神像 你不是也去千佛洞了吗 听谁说的 听伙计们说的 这门亲戚啊 也不知道是怎么走的 我爹穷是穷 可论辈分 你总得叫他一声好听的吧 他在千佛洞里 受苦受累 你去了连个面都不照 他生个闺女有什么用 让他寒心不寒心 我没去千佛洞 那你跟贝克老爷 出去一天一夜 是到醉春楼 找野女人去了 我的好夫人 有了你 我还找谁 你还不说实话呢 我跟他去了一趟 伯爷敦 陪他在此心 一夜一夜地让我守空房 既然你那么喜欢洋人 干脆啊 跟贝克老爷睡去 你别着急呀 他呀说走就走 等他走了以后 我天天陪你 就他一个人走 那个花和尚呢 你说的是约翰神父啊 他一个人先走了 说不定这会儿 已经到了失礼铺了 我说天晚了 咱们睡去吧 走吧 东家不好了 什么事 昏冰来了 我看看去啊 两位老爷 这是出什么事了这是啊 你怎么打人啊 打架 什么事 不是 挑一挑 啊 验长官 我的朋友 犯了什么罪呀 哼 是何人在答话呀 呃 我拜访过你 验长官 我是 因果靠谷学家 贝克官 你犯了案了 你勾结江孝慈 王道士等不法之徒 陈爷潜入藏经洞 告我国保 这样大的罪名 需要个证据 验大人 你有吗 你还认识这个吗 哦 我从来没有证据 因为我是个靠谷学家 对相随从来不感兴趣 如今东华城里 只有你们两个洋人 不是你的 又是谁的呢 嗯 请注意 我是英国人 那上面写的是法兰西文 哼 笑话 你既然说 从来没有见过他 又如何知道 他上面写的是法兰西文呢 不 我技术抗议 这是对我的怜中侮辱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我劝你 如术交回国保 祸牙俱节 本县 可以考虑 法外诗人 从轻处置 我以上帝的命意 对你们发誓 我从来没有去过 什么仓景中 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 那个 敬拳 来啊 搜 是 不 我是大英帝国的臣民 你们误权是我 你们误权是我 你忘了 你身在大清的国土 头顶着大清的天 不是你们应急力 来啊 给我搜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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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周存心了 过来 少爷 什么也没有 一本警觉都没有 没有 天上官 能给我一个我可以接受的 接什么 误会 误会 打扰了 如果不想见识的话 我可以向宗族打扰 套助你们 知县护包有责 你找谁也没用 走 老爷 这人怎么办 犯了 是 年纪呀 是你一身一鬼 还是百姓无端的猜测 无端的自取欺辱吗 不 这是他棋高一筹 我相信 精卷就在他手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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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 捉奸捉霜 捉贼捉脏 如今搜遍了 整个扶龙商号 可曾有半卷精卷 大帅是叫我们 严密的监视 可不能空穴来风暴 今儿要不是 背部肩上 试了个空城计 外加金蝉脱窍 咱今儿就折了 明天一早 那时我走 好 好 来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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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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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数目 是 秦大人 一共二十箱 都是京卷 贝克 人赃俱在 你还要向谁海员 向谁投诉吗 我要出这事 我要见到宋主大人 不要见最高张管 你不配 别人带走 押回县衙 我心里高兴啊 从来没这么痛快过 秦老爷 来 今天咱俩喝个痛快 国宝失而复得 你们人人都有功劳 大叔 我今天一定奉陪到底 好 秦二哥 我能问你个事吗 你说 他们能判他个什么罪啊 按照大清律例啊 绝坟盗墓是死罪 私盗国宝也是死罪 那姓姜的呢 他 他还得再加上一条 里头外国的汉奸罪 宪太爷能判他个死吗 他还想活呀 就等着下辈子投胎吧 新花啊 我说呀 你就暗暗生生地预备着手管吧 我呀 早就想当个寡妇了 今日还宴 少了一个不该少的人 要是大纲兄弟在 那就更好了 可惜呀 这孩子当了胡杨了 出了家还能还俗呢 当了胡杨 就不能再做好人了吗 这个你别问我 问你秦二哥 这次啊 国宝失而复得 胡杨与我等 殊途同归 大纲兄弟 如果想金盆洗手的话 关火方面包在我身上 请二哥 嗯 我敬你一杯 好 你没喝过酒 快痛了快痛了 认慈的主啊 快给我一个奇迹吧 让这一切 都变成噩梦 快让我 快让我醒来吧 你就是醒来 还是在这个地狱 你敢欢迎上帝 你是个一教徒 我相信上帝 我更面对现实 现力 真会看我们的头码 我看见过他们杀人 鬼子手 看头刀 还可怕 我在思考 我很惊喜 大军 变得不一样了 上次我来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 你说什么 我想 他们的政策 一定要发生了 更大的变化 他们 不尊重我们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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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